见到张之大嘴要吃人的巨蛇 应该先干什么 把离你最近的人 扔到大蛇面前去吸引火力 这样子我不太好 但壮汉问了逃命就这么干了 这可是不列等级威25的恶魔大蛇 不跑 难道等死吗 壮汉幸灾乐祸 以为自己已经逃出死地 没想到回头就对上了围过来的邪蟑螂 小松从背包里拿出阿鲁 给他准备的秘密武器 这是阿鲁特制的拉炮 只要拉动就能产生巨大声响 动物们都会被震慑到 阿鲁提醒小松 这个声音超大 要记得戴耳塞 可现场情况危急 大蛇步步紧逼 小松手忙脚乱 戴不上耳塞 慌乱之中 他拉动了拉炮 轰的一声 虽然吓跑了大蛇 但他也因为剧烈的声响刺激 心脏停止了跳动 大蛇愣了几秒 这娃子咋回事啊 拉个冲天炮 怎么还自己倒下了你 大蛇凑过来 准备当场解决小松 却见一个醉醺醺的老者 从地道里走来 这正是先前 给阿鲁淘酒喝的老爷子 老爷子看了眼大蛇 当即伸张手臂 变成了个不得了的巨人 仅为一击 就把大蛇拿下了 他摸了摸小松的身体 心脏已经停跳 耳末也侦破了 要是遇到其他人 他可就没救了 但谁叫他运气好呢 遇到我了呢 老爷子醉醺醺的扯开衣服 掏出几个小东西 蹭蹭两下 小松就活过来了 老爷子正高兴 小松一睁眼 看到一张巨脸 吓得一边跑一边喊 大胡子老头怪物 老爷子无奈解释 自己明明是救命恩人 你这样礼貌吗 一口气说完后 老爷子就离开了洞穴 阿鲁可可找到小松 可可注意到 小松已经没有死相了 小松眼泪都要滴出来了 哭喊着说 自己已经死过一次了 听着小松的奇遇 可可说 他一定是遇到了 No King大师 此狼 他是传说中的美食猎人 他的人生菜单上 是世界上 几乎没几个人 尝过的梦幻菜单 不过等级也深不可测 阿鲁想起来 这个味道 不就是列车上要酒的老爷子吗 即便隐居多年 嗜酒如命的他 想必对十年一遇的鱼其酒 万分期待吧 三人来到浅滩 阿鲁二话不说 就扒掉了上衣 和可可跳进水里 他们看到一个超级大家伙 河豚鲸 怎么都不可能长这么大 正说着 巨大的鱼 分散成了一只只小河豚鲸 河豚鲸 曾经是身长六米的鱼类 在进化过程中变小 所以现在 有了在产卵期 聚在一起互相保护的习性 阿鲁迫不及待追上去 但河豚鲸受到惊吓 立即毒化 而身后的小松 还在一个角扑弄着水花 可可让他们俩退后 自己来动手 他用消灭 隐藏了自己的生命气息 成功迷惑了河豚鲸 接着 用精巧的针刺工具 一个点穴 就轻松拿下了小可爱 阿鲁在一旁围观 也瞬间掌握了药领 而且他不用针刺 请用手就能完成 精巧的点穴 俩然忙活了半天 河豚鲸价值一个亿 要是能完全摘出毒袋 就能升值到五个亿 但若是毒化 将一文不止 价值五个亿的鱼 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光想想 都觉得馋死了 但前提是 要先把河豚鲸的毒袋摘出来 可可先尝试了一次 但手因为疲惫不听使唤 偏差了一些 所以 他让小松抄到 阿鲁不满 要是给小松动手 那岂不是都糟蹋了 要不再去多搞几只吧 可可却很遗憾地说 河豚鲸差不多缠乱结束回去了 也就是说 现在只有九次机会了 小松拿出 保养的很好的刀具 还穿上了厨师服 可可则在一旁 给予技术指导 按照惯例 在最后一条鱼的时候 小松成功取出了毒袋 河豚鲸瞬间 变成了诱人的金黄色 小松激动的泪流满面 做了一盘河豚鲸刺身 阿鲁一筷子 就夹走了大半 细腻的内肉 在舌尖跳动 自然的鲜香 充斥了整个口腔 这味道越嚼越上头 嚼得下巴都痛了 让人欲罢不能 阿鲁感觉吞下刺身后 整个人就像触电一样 疲劳感一死而光 早就听说 河豚鲸有长身进体的功效 没想到这么明显 光吃肉还不够 还得配上醇喝的鱼锡酒 香脆的鱼锡被加热后 放进温润的烈酒中 鱼锡的甘甜 和烈酒的香醇混合在一起 瞬间侵入全身各个细胞 三人美滋滋地吃了一顿 鸟人从水里走出 阿鲁和可可都感觉到了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不祥的气息 不知道是不是来杀人的家伙 人都被吓得不轻 阿鲁让小松后撤 可可立马全身复毒 见可可要动真格了 阿鲁也爆发肌肉 做好了战斗准备 但鸟人看了眼他们 呆呆地摸了摸脑袋 然后拖着一网河豚鲸走开了 似乎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阿鲁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他确信 那一家伙是从海边过来的 能潜入上千米的深海的 到底是什么生物 可可却说那不是生物 鸟人哄开 埋住洞穴的石块 走到了蒂娜面前 但他也只是看了一眼 就冷漠地走开了 可可和阿鲁小松来到洞外 鸟人已经走远了 而且躲在外面 想抢河豚鲸的人 都被鸟人干掉了 看样子 这个鸟人来头不小 这得从IGO那边说起 IGO现在正在确认 庭院受害情况 其中 第458保护区 受害最严重 彩虹果全被夺走 巨型人员也几乎被全灭 而罪魁祸首 正是阿鲁他们遇到的鸟人 新型机体机器人 撞连朵拉的领导 忍不住了 现在IGO只能出动 四天王来对付他们了 泽布拉虽然还在吃大碗牢饭 但对手是他们 就不得不让他出来一起行动 小弟答道 早就猜到你会这么想 所以他早就安排阿鲁出动了 阿鲁此时还在飞机上享受 无敌巨无霸豪华汉堡 一口塞下巨无霸汉堡包 吃的下巴都错位了 还停不下来 几种味道混合 口味交叉很有弹性 香弹软滑不粘牙 各种滋味一步到尾 阿鲁吃的心满意足了 旁边墨井哥才开口 这次我们IGO委托你捕获的生物是 利一家鲁长毛巷 在它体内的某个部位 有一块积上等的尖肉 里脊肉内脏和腰肉等 全部美味于一身的宝石之肉 这可是稀释佳肴 在利鲁长毛巷 现在就在第一保护区 以去盛行美食研究 又是观光圣地 被称为美食花园 而这只是表面情况 实际上 在岛内放养着研究用的 改良品种和克隆物种 形成了独有的生态系统 说话间 阿鲁和小松来到庭院内部 在研究工厂 小松一出门 就被一个大怪物吓了一跳 阿鲁劝他放宽心 因为这里的家伙 都被有机玻璃罩着 不用担心 随后 还向他介绍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物种 小松回头 看见了一只巨大的鸡肉蟹 他感叹道 这有机玻璃透明度相当高啊 就像什么都没有一样 鸡肉蟹喷出一股强劲的鼻息 让小松意识到 这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就在鸡肉蟹要前驻小松的时候 所长大喝一声 滚回床上去 鸡肉蟹被这股强势的威压吓得 乖乖躲回玻璃罩里 萨曼姆所长是级会长 副会长之后的三号人物 爱喝酒的他 浑身都散发着酒臭 因为名字发音跟帅哥很像 所以每次听到别人喊他名字 他都会先问 你刚才说我很帅 阿鲁上前打招呼 曼恩萨姆喊道 欢迎回家 然后告诉他 美食会开始行动了 美食会 是个想在美食时代 独占所有食材的组织 他们为了获得食材会不择手段 阿鲁他们 在沙滩洞穴看到的邪恶鸟人 就是美食会横行霸道的工具 在新型机体机器人的帮助下 美食会正在大肆侵略各个庭院 抢夺食材 曼恩萨姆推测 美食会的下一个目标 恐怕就是利加鲁长毛巷 他猜的还真没错 此时 小巫师正在和大魔王一样的副料理长 报告当前行动的最新进展 但大魔王却说 还不够 小巫师表示 已经准备好了下一步计划 很快就能把利加鲁长毛巷搞到手了 既然美食会开始行动了 自己这边也不能坐以待毙 阿鲁的任务是 在美食会捕获利加鲁长毛巷之前 先将其捕获 三人正说着 却被欢呼声打断了 曼恩萨姆这才想起 此刻在园区内的美食竞技场 正在举办一场盛会 美食竞技场是测量猛猪们的战斗力 和捕获级别的竞技场 不过 这实际上是有钱人和有权人 IGO加盟国的VIP们的娱乐场 在这里看热闹的 打斗是世界各国的首脑 在这里 钱可以不当钱花 赌博的话 一天的流动资金 相当于一个国家的预算 听说 某国首相专门为了观看比赛而加盟IGO 这都足以说明这些人的疯狂 但这里的资金也不是只进不出 通过比赛 从富裕的人们那里榨取资金 然后以捐款的方式 赚给痛苦贫困的国家 IGO因美食食赛的需求量而独立 现如今 是拥有360个加盟国的国际机构 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无法轻易填补 所以采用这种过激的手段 所长介绍完后 还拉着阿鲁小松一起看比赛 这次出场的是 不列等级为17的象龙 而和他兑现的是13级的海象 还有不列等级为10的银背 15级的死神怪鸟 格罗卢德 以及来自远古的最大最强的狼 斗狼 传说 在遥远的太古 世上诞生了全长50米 体重达1000吨的超巨大草食兽 死亡终点 他们成群结队的 将绿色食物蝉食殆尽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是令大地枯萎的恶魔 但这么强制的怪物 却被一只斗狼干掉了 斗狼已经成为了传说 但从死亡终点灭绝的地方 找到了少许斗狼的细胞 这才可能出了场上的斗狼 他的体长18米 体重11吨 虽然不清楚其他斗狼的信息 但这恐怕 就是斗狼最大的体态了 曼萨姆正津津有为的说者 却接受到了零的消息 颤抖机器坏掉了 猛兽们可能会激动的暴走 刚说完 猛兽们就已经暴走了 他们朝斗狼扑过去 阿鲁兼斗狼情况不对 盲问曼萨姆 这只斗狼是不是辞的 得到肯定答复后 阿鲁飞奔闯入竞技场 二连丁拳奏负了 皇上在斗狼身边的猛兽 那就看看 阿鲁和斗狼哪个更强吧